那南亞區的話 因為他已經是 就是當紅榨子雞 他在正捷運站附近來說 他的房子就是 成交的速度很快 你要買跟賣成交的速度都很快 因為他在正捷運站附近 早上有黃石市場 晚上有南亞夜市 所以他的生活型態是非常完整的 但是他可能價格的部分 可能會讓客戶會覺得說 可能會比較有點吃力 或是真的覺得說價格稍微高一些些 南亞生活圈的區域內 最知名的就是南亞夜市了 它擁有各式各樣的美食 人潮一直都很多 這裡交通也很方便 比起府中商圈來說 南亞生活圈更接近府中捷運站 現在我們就一起拜訪當地的專家 來分析南亞生活圈的房市情況 南亞生活圈的話 因為他主要他有南亞新章 然後南亞夜市 然後林家花園 跟最近那個 府中雙城 那新城區的部分 他有在有比較有密集的連結 那但是他是比較屬於早期 就是早上的那個生活圈 比如說買菜 或是去市場買東西的話 那個地方他就非常的適合 晚上的部分就是 他有那個南亞夜市 南亞夜市的部分的話 就是直接在府中路上面 如果說你坐捷運 到南亞夜市 走路應該6到8分鐘就可以到 所以他夜晚的生活也是 非常的便利 南亞夜市也是國際級的 大的觀光夜市 在那邊居住的部分 因為他的生活的環境圈 是比較熱鬧的 所以商人的商業行為 會在那邊就是遷入 所以你要買東西 就是購物 或是shopping 或是夜行性的人 其實蠻方便的 這邊的居住形態是屬於比較 應該是說他都有啦 就是他沒有特別是居住形態 是屬於是哪個樣式的 因為他的 因為捷運站 那府中捷運站算是 南線裡面算是大站 他的人流量算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 絕大多數 多客群他都有 他沒有特別去分 因為 因為南亞商圈 他基本上 他是在府中路上面往前去走 大概6到8分鐘 就在府中捷運站 但是因為我們府中商圈的話 他基本上他是以 這個板橋救火車站 商圈的形態去做成型的 那當然因為救火車站 他後來火車站移去星板特區 在那邊有一個板橋火車站 那府中他這邊後來就拉升的是那個府中捷運站 所以跟原本的地位置的關係來說就是 目前的府中商圈會離捷運站會稍微有點距離 但是基本上南亞跟府中其實他可以 都在一起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圈 這邊 如果說以南亞商圈的話 大家最喜歡的還是一樣 兩房至三房的這個產品 因為他出來的話 他基本上是市場的這個比較搶手的 南亞他這邊的價位 如果說你兩房的話 目前他的成交價可能要60到75這邊 可能如果說比較新的房子的話 如果說中古大樓 如果說你要買到的話 也大概要45萬到55萬這個區間 因為他畢竟他比較在靠近捷運站一些些 還是有些微的差距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這邊走路到捷運站 比較後面的那個府中商圈 走到捷運站可能要大概要10分鐘的距離 因為離捷運站越近的房價稍微會墊高一些些 但是因為我們後半段的他又享受他的生活機能 舒適度安靜度比較高 但捷運站相對來說 方便了 但是聲音會稍微吵雜了一些 因為福州區目前他還是在去做一個 在做個開發的動作 因為福州他那邊 他的核心範圍可能會以福州車站那邊為主 但是他相對來說 他的房價還沒有節節高升 如果說以總價代來說的話 客戶的選項沒有那麼多 比如說總價比較低的話 可以去往福州那邊去做一個參考的部分 那南亞區的話 因為他已經是就是當紅炸子機 他在正捷運站附近來說 他的房子就是成交的速度很快 你要買跟賣成交速度都很快 因為他在捷運站附近 早上有黃石市場 晚上有南亞夜市 所以他的生活型態是非常完整的 但是他可能價格部分 可能會讓客戶會覺得說 可能會比較有點吃力 或是真的覺得說價格稍微高一些些 對對對 他可能就只要差別差別 那我們這邊的話 跟南亞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我們後面的這個生活機能 是比較安靜舒適的 蠻適合中小學生念書的 因為公園市場學校 銀行 甚至補習班的補教級 都在我們府中商圈這個地方 應該是說 南亞跟新版特區 他基本上是一線之隔 那新北市場侯友宜 他目前最大的那個計畫 就是希望 把這個新版特區跟府中的商圈 是做個直接性的一個連結在一起 因為 因為早期府中商圈 確實因為那個火車站牽走 像新版特區 跟捷運站 他有點距離 相對來說 他有一段時間的停滯 但是透過這次的這個 新北市長 侯友宜 他這個府中雙城計畫 再一次把周遭的這個位置 規劃好 停車 停車格 人行步道 那個活動的廣場 相信可以再一次的把這個 繁榮再次找回來 應該是說 我們這邊成長的話 他勢必會補漲 因為土城重畫區 60幾 可能上上70 那新版特區上上100 但是 夾帶中間的這個府中商圈 我們的價格相對這兩區 相對來說 平宜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客戶群 近期來 大幅的回流在府中商圈這一塊 南亞也是 如果說跟新版特區 他們比的話 價格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相對平宜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